暴雪蓝色预警和道路结冰黄色预警当中 这一次的降雪确实来势汹汹 昨天我们的延庆区和昌平区就已经发布了暴雪的预警 那么今天的北京主城区主要是中雪 但是像西部和北部山区将会迎来大雪 部分地区可能会有暴雪 由于这一次的降雪确实来势汹汹 而且持续时间相对较长 并且未来几天气温还是持续走低 本周末气温才会有略微一个回升 所以这几天尤其有心脑血管疾病 或者是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们 尽量的要待在室内 而且注意防汗保暖 看来也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